没有次次的人他有被送回中国大陆或去别的地方吗 没有啦 都到海里来喂傻鱼去了 这是1954年近 1.4万被俘志愿军被联合国军遣返台湾的真实影像 韩国民众还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 然而众多的志愿军战俘却是被逼无奈 从1950年10月志愿军入朝作战到1953年7月停战协定签订 志愿军一共被俘约2万人 他们被关押在韩国聚集岛上的战俘营 为了便于管理联军将大部分志愿军战俘编入72连队和86连队 同时选出了连队长负责战俘对接 然而当时被俘的志愿军对于自己被俘一事感到十分羞愧 因此不少战士私下偷偷联系准备发动暴动 但是每次都遭到联军的血腥镇压 美军为了让管理更加方便 便准备让志愿军战俘对付志愿军战俘 由于历史遗留问题 志愿军部队中有部分原国民党官兵 他们听到美军宣传的台湾当局也派兵参战的假消息 直接选择了投降 为了能够去往台湾 被关押时他们也主动配合联军管理 因此战俘营内的主要职务都是这些人担任 例如72连队的连队长李大安 根据日内瓦公约 战俘一般是要被遣返回原处 知道自己是主动投降的这些叛徒 明白一旦回大陆会受到怎样的判处 为了能够去台湾对其他战俘尤为残忍 而美军不仅放任不管 在与台湾当局沟通后 更是让部分特务当成俘虏进入战俘营 在这些叛徒和特务的威逼利诱下 一些志愿军战士也屈服了 而反抗之人则被他们残忍杀害 林学不劣势便是被他们割开胸膛 活生生挖出心脏而死 之后为了让更多的人选择去往台湾 他们开始还是自愿在身上刺上反动言语 后来则是直接抓人强迫刺字 如果不刺直接杀害 身上戴上这种反动刺青的志愿军战俘 也想不出回到大陆后该如何面对 于是在停战后遣返战俘时 面对美国提出的自由选择 他们只能选择去往台湾 1954年1月23日 除了之前近6000名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 剩余的近1.4万志愿军战俘 被美军分批送往台湾 2.4万志愿军战俘